十一 太陽報 港股通直擊 航運股行業復甦在望 2015年7月26日財經 B04 港股通直擊 而通港股上升期成交越來越淡淨 連帶港股通亦一次死水 而活躍股份也大執位 由過往集中在一些投機未較濃的股份 變得較為分散 其中一隻明顯交頭升溫的股份為中海集運02866 中國接連推出了掌外貿的措施 國務院早前推出6措施速進出口 近日再發布外貿穩增長7條意見 包括擴大匯率浮動空間 清理進出口環值收費 及加化出口退稅等 對航運股有實際卑憶 另方面 紐約油價再度跌穿50美元關口 但油價跌之餘 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 BDI從上1100點水平 較低位回升一倍 航運股的營利能力明顯提升 中海集運經營好轉除油價下跌之外 各類大宗商品價格亦跌至多年低位 有說法是內地趁商品加跌而增加進口 對運費帶來支持 中海集運上星期港股通陸得淨資金明顯流入 股價由4月底接近5元水平跌至2元此見反彈 現價回升至2.68元 打回原型至大升前水平A股60萬1866 較H股入價降至2.8倍 國策下半年可能重新吹谷出口 加上油價再度沉底 將令航運股進一步復甦 中海集運首季已多賺如3倍 調中企業職益會有極佳增長 加上油價降至4倍